新北市照顾弱势原本提供身心障碍者的悠游卡使用点数 除了可以搭乘北北基公车之外 从7月底开始也可以搭乘双北捷运 公车捷运都可行 要让身心障碍的朋友行动能够更方便 新北市身心障碍人口已达到17万多名 为让身心障碍者积极融入以及参与社会活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从7月底开始 身心障碍者爱心悠游卡480点点数使用范围 从北北基公车扩大到双北捷运 在今年的7月底开始 我们就开始爱心悠游卡 不分连连可以搭双北的捷运 虽然这个经费确实我们有点压抑 大概就增加了8000万 大概8000万 不过我觉得社会无力在现阶段 对身心障碍者的绝对不要太省 因为他们需要帮忙是更多的 所以我们要用更多的职业来照顾他们 中华关爱身障者协会理事长陈清奇表示 身障者最大的问题是行动 要能走出去才能就学就医就养 感谢市长照顾身心障碍者的权益 对身上朋友来说 行是最大的问题 当我们那一步跨不出去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谈的 但是当你们解决了我们行的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就医就学就业 那就可以减击非常多家庭里的负担 新北近期也收到了企业爱心捐赠的富康巴士 侯友宜代表新北市受赠 侯友宜表示近12年来受赠了646辆富康巴士 新北市处处有富康 处处有爱心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照顾的时候 大概都集中在65岁以上 其实身心障碍的好朋友是不分年龄 唯一那 要吃头肉吗 身心障碍 所以这才说 身心障碍是不分年龄 他受到生理上的这个挑战度更高 所以他的富康巴士 他需要性会更强 所以新北市人真的很看看 很看看 所以大家都说 我接第一辆 隔一段时间头要接第二辆 在一段时间想一想 好像还需要再接第三辆 所以我富康巴士 我给他算一下 这几年我们接到多少辆 646辆 悦友卡点数使用 富康巴士 低底盘工车 以及无障碍计程车 都是希望能提供 身心障碍者便利的措施 新北市府也希望 能持续打造无障碍 以及友善高龄的生活环境 记者高兴峰 林佳珍 新北采访报导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谢谢大家